天高海阔 张修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2023年马上就要过去了 2024年马上就要到来了 那么无论你在2023年过得满不满意 你对你周边的环境有没有感到满意 2024年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2024年从全球的安全来说 从经济复述来说 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2024我们能不能看到一个 国台民安的社会环境呢 世界各国的经济恢复 能不能顺利如意的发展呢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 未来经济走向将会如何呢 我想这是大家都很关心的 因为毕竟美国现在有美国的问题 中国有中国的问题 欧洲有欧洲的问题 中东有中东的问题 无论美中之间未来关系是对立 还是更加对立 那么但是2024年将会发生 什么样的事情 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 我想大家都非常关注 最近呢 有一家伦敦的投资研究公司 发表了一个报告 他说2024年有可能出现 九只灰天鹅 大家听这个灰犀牛 黑天鹅听了太多了 什么叫灰天鹅呢 其实无论是黑天鹅 还是灰天鹅 他无非讲了一个 就是有可能发生 但是会被忽略的一些事情 所谓的灰天鹅 指的就是发生的几率比较低 但是呢 一旦发生的话 它的影响会很大 那么并且呢 现在有可能被预测 伦敦这家投资研究公司呢 叫 他在这个报告当中啊 他说有九起灰天鹅事件 我想有很多 我们都可以理解 比如说他说 美国总统拜登可能放弃连任 这算不算灰天鹅呢 我想美国总统拜登放弃连任 应该说是很大几率发生的事情 我在节目当中讲到 2024美国总统大选呢 我的观点是 2024共和党或者民主党的总统 候选人很可能既不是川普 也不是拜登 所以呢 这家投资研究公司 他把这个拜登宣布不竞选连任 作为一个灰天鹅的其中一支 还有呢 就是美元对日元崩跌 我想美元对日元的现在汇价 日元的汇价越来越低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呢 最近看到很多华人到日本去旅行 最近我一个朋友刚在日本旅行完回来 我问他感觉怎么样 他第一句话就是我破产了 我说为什么破产了 因为东西太便宜了 那么如果日元对美元的汇价再跌的话 我真是要认真考虑 要不要去日本走一趟了 还有他认为有可能发生的灰天鹅事件 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 以及他的其他跟产油国结合起来的 一个OPEC加这样组织呢 会瓦解 我不知道如果是OPEC组织 如果瓦解的话 将会在全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呢 这个可能不会发生 他将来必然发生 但是不是现在发生 最起码他不会在2024年发生 那么还有就是灰天鹅事件 有可能出现的就是全球金融市场 被强大的AI模型所把持 这个会不会发生呢 我觉得AI把持我们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 将来都是很可能发生的 所以现在世界各国 才要不断的去加强对AI的管理 要立法 对AI进行严格的管理 不要让这个人工智能变成一种灾难 但是这个伦敦这家投资研究公司 所说的九起灰天鹅事件呢 最令我震撼的就是有关中国的灰天鹅事件 那么这家伦敦的研究公司 认为中国会发生什么样的灰天鹅事件呢 他说中国会更加向西方开放 同时呢 悄悄放弃进攻台湾的计划 我们之前讲过了 有关台湾最近起诉了一系列 中国大陆间谍的这个事件 到底这个事件显示 中国对台湾的战略有没有什么变化 这家投资研究公司 他认为这个最大的灰天鹅事件 居然是中国改变了自己的政治取向 为什么会他做出这个判断呢 他说新冠疫情将会在2024年年中 就是在中断的时候呢 把中国的经济脱离到陷入一个大萧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为了化解社会的动荡 所以呢 不再与俄罗斯结盟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灰天鹅事件 因为中国在明年中 就是明年的夏天 不跟俄罗斯结盟 放弃跟俄罗斯结盟的话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他对俄乌战场将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在夏季的时候呢 正是俄乌战场上交战正憨的时候 因为在那个时候呢 双方交战的这个自然气候条件是非常好的 如果中国在那个关键时刻 放弃对俄罗斯的支持的话 那么俄乌战场上一定会有一个巨大的变化 再有呢 他说中国除了放弃跟俄罗斯结盟之外呢 还要导向20国集团 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中国要加强和西方的贸易 中国加强和西方的贸易 意味着中国要向西方做出一系列的妥协 包括在这个贸易政策上 对这个加工业和工业企业的补贴上等等 还有呢 他说中国会悄悄放弃进攻台湾的计划 这个所谓的悄悄放弃进攻台湾的计划 最起码这家投资公司认为 中国现在确确实实有进攻台湾的计划 这只灰天鹅会从中国大陆飞出吗 我看完他对这个未来2024年有可能产生的九只黑天鹅事件的预测 我觉得这个是最荒唐的 因为中国如果真是如这个研究公司所说的 明年年中会出现这个经济的萧条 社会的动荡的话 中国现在对自己的经济发展的判断是如何呢 很明显我们看到 中国现在无论是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 还是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 都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景的困难 有了一个非常足够的一个判断 那么如果中国认为 接下来经济发展会到年中 会出现一个大萧条的话 中国现在就应该会采取行动 而不是等到那个时候 但是最关键 哪怕是明年年中 中国真是出现了经济萧条社会动荡 中国就会放弃和俄罗斯结盟 就会导向西方 向西方在经济政策上 贸易政策上 甚至在一些政治体制方面 做出足够的让步 让西方对中国重建信心 让西方重新对中国建立信任 愿意帮助中国恢复经济吗 很明显 这个事情在2024年 我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 那么这个伦敦的投资研究公司 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 只能说明在西方国家 包括在欧洲国家 在美国的一些 跟经济相关的一些领域当中 还是有很多一些专业研究人员 对中国充满了幻想 因为在他们的理念当中 中国出现了经济的困境 民生的生活水平在下降 社会出现了动荡 难道这个时候 一个国家的政府 不应该放弃 他们过去所坚持的一些准则 首先让经济恢复起来 他们认为世界上 所有的政府都应该这样做的 但是他们忽略了 中国的政治体制 跟西方的政治体制 因为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政策的设定 跟预判上也会不一样 比如说如果是 你在美国是个民选总统 就像我们现在总统拜登一样 民生经济不断的出现困境 经济在不断的下滑 通货膨胀在不断的恶化 这个时候 总统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特别是连任的压力 所以总统必须想办法 要降低通膨 要让这个经济复苏 虽然说拜登做的完全没有效果 但是最起码我们看到 拜登是在这方面有过努力的 只不过他的政策不对 如此而已 但是在中国呢 中国会认为 无论是经济的下滑 还是社会的动荡 都是外部势力的干预 都是亡我之心不死 那么既然外部势力干预 既然亡我之心不死 中国应该怎么样呢 首先不是恢复经济 首先是要维稳 这个话题我们昨天讲过了 什么叫先立后破 这个先立后破 这个想法是非常矛盾的 如果你要立的话 以后就不会破 如果你认为 现在你立的是正确的 未来为什么要破呢 如果现在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现在不破 在大破的基础上 在大立呢 所以我们从中国的 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跟西方之间的差别 我们可以看出 同样面对经济困难的时候 中国的领导人 想未来所采取的方式 跟西方国家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问题是 很多西方国家的 金融研究机构 或者是一些投资人 按照他们的惯性思维 他们觉得 一个国家经济出了问题 当然首先就要解决经济问题 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呢 这个执政党 必须要做出点牺牲 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点呢 这个道理在中国 是行不通的 所以说 伦敦这家投资研究公司 所说的 所谓的九支灰天鹅 中国会向西方让步 会放弃跟俄罗斯的结盟 会放弃对台湾的攻台计划 我觉得 这些金融研究学者 真是一厢情愿 因为他们太不了解中国了 那么中国最近 让我们看到一些 非常明显的信息 中国会不会在未来 真是出现经济 更大困境的时候 向西方屈服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清闻 上节我们说 伦敦的一家投资研究机构 预判2024年 有可能发生的九件事情 其中一件呢 是中国出现了经济的困境 所以呢 向西方屈服 不但放弃了跟俄罗斯的结盟 也放弃了进攻台湾的计划 我个人觉得 这家投资研究机构 所做出的判断呢 可以说又知道 无以复加的地步 因为他们以为 中国出现了经济困境 中国一定会在某些事情上 向西方让步 就像我们美国总统拜登 经济出现困境 他的民调在下滑 于是呢 在反非法移民的事情上呢 他就改变了他的态度 但是中国在出现 经济困境的时候啊 我个人觉得中国的领导层是不会改变 他们既定政策的 比如说有关中国 向国际社会更加开放这个问题 我们说中国表面上说 向国际社会更加开放 但是中国有关对自己 国家安全环境的管束啊 越来越严格 不但通过了新的反间谍法 还有针对海外华人的 爱国主义教育法等等 中国对国内安全环境的重视啊 是西方国家难以理解的 比如说最近中国的国家安全部 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上 披露了他们最近准备有一项重要的行动 这项行动是什么呢 就是有关地理信息数据的安全风险的防范 准备进行一个专项的排查和治理 什么叫地理信息的数据呢 其实这里边包括了 比如说精准的农业啊 能源电力啊 智能网联汽车等等 其实说穿了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经常用的 GPS卫星导航系统 因为你有了相关详细的地理信息 你的GPS导航系统呢 才能精准的给你安排路线 把你送到你要去的目的地 每个国家都使用这个GPS导航系统 当然中国有它的北斗系统 据说这个北斗系统的先进发达程度呢 跟这个美国的GPS呢 不相上下 但是问题是 如果要让一个导航系统更加精准 更加及时的话呢 他一定要收集所谓的地理信息 现在中国就认为这个地理信息啊 是一个重大的国家安全隐患 所以呢 准备采取专项的行动 中国为什么会认为这个地理信息数据 是一个安全隐患呢 中国国家安全部在微信公众号上 讲了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 就是中国的地理信息数据 受到了来自美国情报机构的攻击 我们看光是这样的定义啊 就显而易见的看到 中国已经把美国确定为自己的敌人 这个敌人呢 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有巨大的威胁 那么这个案例是怎么来的呢 据说在今年的7月份呢 武汉市的应急管理局地震监控中心呢 就报警 他们报警的原因呢 是发现这个中心 部分地震速报数据 前端台站的这个采集的网点的设备呢 被植入了后门程序 那么联合调查组在最后调查之后呢 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次对武汉市的应急管理局 所进行的这个网络攻击呢 是来自于美国的情报机构 来自于美国的哪个情报机构 不要紧 反正只要是来自美国的情报机构 就充分显示这个案例当中呢 告诉中国的民众 美国对中国是有巨大的国家安全威胁 那么为什么这次发现的 武汉市应急管理局数据前端台站 采集网点被美国情报部门 开了这个后门程序 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呢 中国国家安全部这篇报道当中说 他采访了网络安全专家 那么这个安全专家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 他说啊 这个地震的数据 目前是探测地下空间最有效的手段 因为如果地下空间大 可能发生地震的可能性呢 诸种因素加起来呢 可能会影响到发生地震的可能性 或者是影响到震集的大小 所以说呢 目前呢 这个地震的采集的数据呢 有可能对地底下的一些空间 进行有效的侦测 这种侦测呢 可以推测出某些地方的地质和水温条件 包括是否有空洞 这个空洞就比较敏感了 因为地下的空洞呢 有可能是防止导弹攻击的防空洞 也有可能是一些军事设施所在地 那么所以呢 这个所谓的武汉应急管理局的数据采集点 会被美国开了后门 收集到一些数据 就有可能会影响到武汉市 或者是湖北省相关的一些地下的地貌 那么这个地貌 会不会当中有一些军事设施呢 这个数据就被美国的情报机构给收走了 所以中国国家安全部 现在就要采取专项的行动 来打击有关这个所谓的地理数据的收集 如果是中国国家安全部 现在要把他们的注意力 放在这个地理数据的收集 原因是有外国情报机构 在中国收集一些相关的这个情报 要还原出中国的交通啊 能源啊 军事啊 等等重要领域 特定区域的一些三维地图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国家安全部就要采取专项的措施 那么这说明啊 中国的地理数据呢 是一个高度的机密 如果谁触碰到他 并且呢 你这个触碰是跟外国有联系的话呢 那恐怕你就违反了反间谍法 好了 如果国家安全部这个新的专项行动 目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中国还有什么数据不是机密呢 之前我们知道滴滴打滴 为什么不能在美国上市呢 因为他的数据是保密的 因为据说有中国的官员 或者是一些敏感机构的人员 如果使用滴滴打滴这个软件的话呢 那么就有可能被在美国上市的这个投资人 看到当中这些数据 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会造成威胁 那么农业的数据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吗 当然会啊 因为中国的农业是一个国家能够发展和支撑下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柱 如果中国农业的数据被外国政府所掌握了 这对中国未来的粮食生产 粮食储存或者是中国会不会发生粮食短缺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那么如果这些数据通通都是国家机密 都是影响到国家安全的话 那么未来比如说在金融领域 在半导体行业 在科技研发行业 包括民生服务行业 还有哪些数据不是国家机密呢 如果他都是国家机密 都会影响到国家安全的话 那么中国现在欢迎外国投资人进入中国 并且要开放过去一些不开放的领域 比如说金融领域 那么当外国投资人进到这些领域的时候 他们触碰到相关数据的时候 这会不会影响到国家安全 让这些企业今后会面临一个司法诉讼的麻烦呢 所以说我们从中国国家安全部的这个专项工作 可以看到中国为了保证自己的国家安全 早已经把经济放在了次要的位置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中国怎么可能会因为自己经济出了问题 而全面向西方屈服呢 所以我只能认为这些外国的金融研究机构啊 有数有些研究员确实是太天真了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明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订阅我们的节目